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非常谢谢您跟我们一起来关心湾区的消息 讲到湾区的消息 最近大家还是在谈论选举 无论是美国本地 或者是咱们湾区 或甚至台湾的选举 今天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谈谈这几个地方的选举 首先来谈咱们湾区的选举 有非常多的华一候选人 参选了第一次的选战 而且还胜选 但是在选举成功之前 首先要宣誓 要宣誓才能就职 宣誓就职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来介绍的这位 是来自Saratoga的市议员朱淑琳 在11月初的选举中 成为Saratoga新任市议员的朱淑琳 在30日晚间宣誓就职 我孟宣誓 私认的华裔 我孟宣誓 私认的华裔 我孟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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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议员 我孟宣誓 私立的国家的公司 朱淑琳和另外一位华裔的候选人赵雁 在开票期间票数十分的接近 可以说过程相当的紧张 而30日晚上赵雁也到了现场 他表示很欣慰是议会之中能够有一位华裔的代表 我还是非常高兴 我们今天有一位华裔 当选为我们市的市议员 我想我们当初出来选的时候 都希望能也为我们的华裔 做一点事情 Saratoga有这么多的华人居民 那我想今天我们有一位华人 在上面能为我们做 至少能代表我们华人的心声 我觉得还是非常高兴 虽然我没有被选上 虽然有点遗憾 但是我还是非常高兴 我们有华人在这个 在这个City Council为我们服务 我想我们今后还是会有很多机会 因为我现在还在 这个Planning Commission上面 做这个委员 我们还会跟我们的City Council 常常合作 好像是我那个 这个人心当中 就是开了一个新的一页 我现在是在那个 就是在那个Public Live 就是会公共服务 所以我觉得我是 就是在另外一方面 替社会希望做一些贡献 朱淑琳在两年前参选市议员失利 这一次赢得了选战 她表示就任之后 会全力以赴为市民服务 红星卫视记者薛阿丽 Saratoga采访报导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 从台湾来的消息 那事实上呢 就是有一群朋友 在我们湾区非常非常的可爱 他们不只是 催促大家要回去选举 而且呢 还希望大家能够 多多关心台湾的选情 选完了还赶快回来 可以说刚刚结束的 台湾五都选举呢 可谓是一波三折 在选举之前 竟然还出现了枪击案事件 是 那么这一次的选情呢 到底如何 那么到底这些民进党的朋友 他们怎么观看 这次选举的结果呢 来看这则报道 台湾五都选举刚刚落幕 同时在选前之夜 还出现了意料之外的枪击事件 特地反台助选的 北加州台湾官房团成员 在二级中午举办了记者会 分享这一次反台的心得 同时分析选举的结果 他们很感动我们这么多人 而且自己请假回来 关心台湾 这对 我想这是对我们这次回去最主要的 而且最有成效的 就是用我们的精神感动了 台湾的人民出来投票 关心自己的家园 改变了五都市议员当选习次的分布 比如说台北市 今年民进党的市议员 有当选23席 国民党31席 新北市民进党当选28席 国民党30席 台中市民进党当选24席 国民党27席 台南市民进党当选27席 国民党只有13席 高雄民进党当选28席 国民党29席 民进党美西党部执行委员李汉文表示 民进党在五都选举中输了所占的席次 却在总票数上领先了40万票 而政武略也强调 在市议员的总席次上面 国民两党评分秋色 各占了130席 这些基层版图的变化情形在选举的结果之外 对未来政局发展的影响也非常值得关注 红星卫视记者薛爱丽 宋佛西采访报导 李渔 我很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在中国国内跟在本地湾区的城市结构 景观有什么样的不同 我感觉最大的不同点是 居民区跟商业区的集中度不一样 怎么说 在这边可能商业区跟居民区挨得比较近 而且每一个block可能会有一个shopping mall 然后接着一些居民区在附近 这样 其实我觉得便利性也相对的提高了 但是如果说在一个比较多residencial的地方 突然间增多了一些商业区 你觉得那里的居民会怎么样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我是不是很高兴 怎么说 因为如果是增加了商业区的话 那我的生活空间就会缩小 是 在Saratoga就有一个Q提案 在这次选举当中相当受到争议 连高中生都参加了 就是因为它可能会让市容做一些改变 接下来咱们就来看这次的报道 听听看正反两方对于Q提案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想法 Saratoga的Q提案在上个月初的选举 以7163票对6939票被否决 投票率高达了70% 限制Saratoga的商贸行政建筑 不能高于两层楼的这项提案 可以说正反两方的意见拉锯十分的激烈 我不同意这个Q提案 因为在Saratoga它有 这个Village需要很多 那个development 然后如果限制那个两层的建筑 会对将来那个Village的那个 使用面积会有影响 所以对这个市政府的税收 也会有影响 Saratoga是一个非常非常 一个比较有腻的一个城市 是湾区里头少有一个 我们叫田园市的一个城市 那我觉得呢 今天我们一直在讲 Revitalize我们的Commercial Centers 因为现在呢 这个By adding more stories Adding more那个condominiums to这个city 并不能 我认为并不能帮助 我们能Revitalize这个 这个Commercial Centers 实际上你只能 因为我们city本身就是一个 Residential Area 我们整个city 百分之九十 差不多将近九十九percent的 都是Residential 今天不是说我们今天不够居民 你再加多一点 加一点condominium 也没有办法 就说是 这个不是基本问题 基本问题是要改变 我们这个Business Policies 我是第一个提取反对的 我是反对这个提案 最大的原因就是说 因为它是把那个限制 就是在未来二十九年 都有这个限制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提案的话 这一方面有欠那个灵活性 Saratoga高中的学生代表 之前就公开表示 反对Q提案 而一般认为年轻学民的意见 在这一次这项提案的否决 结果之上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红新卫视记者Share Lee Saratoga采访报道 通过上面指责新闻 我想居民想拥有更多的自然空间 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这些自然空间 就让人想到 人们喜欢保护环境 或者是说对更多绿色的概念 就越来越清楚了 这就成为一种新闻的趋势 我们经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可以看得到 而且随着现在工业化的进程 可以说绿色经济跟环保经济 是现在属于破解媒解的 最近有一个话题 是来自于台湾的台贸中心 那么他们就举办了一个研讨会 探讨的就是美国跟台湾两方 如何能够透过太阳能的研究 然后让两个地方都能够合作 发展出更好的策略 我们来看这则研讨会的报道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迁和异象 使得节能减碳和绿色能源 使用成为全球各地的新潮流 在台湾政府也将绿色产业 列为重点发展项目之一 而为了促进台湾和美国 在太阳能使用上的策略联盟 旧金山谈报中心在12月1日 举办了太阳能产业国际策略联盟 合作研讨会 现场座无虚席 有超过200人前来参加 主要是讲那个Green Tech Solar Energy这一方面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产业 我们湾区因为最近 我们也有很多人在 从事这一方面的发明跟工作 因为这个主要是台茂中心主办 我们Taita跟Natea协办 所以主要是看有一些投资的机会 还有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Green Technology Green Energy是我们现在台湾的 六大新型产业之一 所以我们希望借着这个研讨会 能够让就是说 这边的产业界的朋友 跟台湾的这边投资的环境 可以连接起来 台茂中心主任李以安也再三强调 台湾在发展相关产业之上的优势 包括IT和半导体产业的厚实基础 以及政府的支持等等 对台湾和美国双方合作的前进 表示乐观 红星卫视记者许阿利森 她Clara采访报导 所以我们在和联系人的 COM 那边都提起 Gud 是说明星卫视机 但是神卫视机 是中关产业之战的 制裁 像是 全部